为什么说 活血先梳干梳干先生羊呢 今天一次讲清 打通一身欲堵 对于淤血比较重 舌头颜色暗 有淤斑 或者眼眶嘴唇黑 身上会刺痛的人想要活血 打通身上的淤堵一定要了解这句话 那就是活血先梳干梳干先生羊 为什么活血前要梳干呢 其实因为肝藏血 而且肝主管着一身气肌的流动 而中医认为气能行血 血液流动需要气的推动 因此体内有淤血的人往往存在气肌淤质的情况 这就是为何淤血重的人除了身上容易刺痛 有淤青肿块外 还容易出现性格急躁 逆怒的情况 并且当干气淤质 淤血 堵质不通的情况下 还容易于而化热 出现身体燥热 失眠的情况 因此我们活血化淤前 一定要输干大通干气淤质 这样淤质的血才能流动起来 至于输干先生羊 是因为肝主生发 可以生发我们体内的阳气 而血得温则行 所以除了干淤外 如果阳气不生 同样也会产生淤血 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怕冷 胃寒 四肢发凉等情况 因此我们输干解淤前 就必须要保证体内的阳气可以顺利生发 不会淤蔽在体内 在明白了这一点后 我们调理起来就会简单很多 比如化淤的时候可以搭配上输干解淤的中程药 比如说柴湖输干丸 如果是干气淤质 阳气不能顺利生发 可以搭配一个输干解淤通阳气的四密散 这样阳气顺利生发 干气也顺利通行的情况下 我们体内的血液流动也会变得更加通畅 淤血自然也就会被消散了 但如果你不是干气淤质 阳气淤壁 而是单纯的阳虚 不能温血 行血而引起的血虚 就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补阳化淤了 因此建议大家搞清楚自己的情况 如果拿不准就线下就医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